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CBA 关注一下正在进行的CBA季后赛 那么在经历了昨天的两场比赛之后 CBA目前12禁8的这4只 这8只参加附加赛的球队已经有3只球队成功上岸 其中广东队战胜天津队是一个不出意外的结果 但是另外两轮的比赛的话 像北京和吉林 以及山东和深圳这两场比赛 整体的结果还是比较出乎大家的意料的 这其中的话 吉林打这个北京手钢的这轮系列赛 那即便是有人认为吉林能够胜出 也没想到会以2比0横扫北京手钢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出现 毕竟的话 手钢队无论是在整体的实力 还是在人员配置方面都要远远好于吉林 两场比赛吉林队的话 一场比赛采用了7人轮化 一场比赛采用了8人轮化 能够看得出来 在王涵主教练的手底下能够可用的人 是屈指可数的 但是即便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 用单外援对抗对方的3万元 最终吉林队还是笑到最后的那一个 那么在这场比赛看完之后 也是让很多北京手钢的球迷非常失望 当然了 他们也非常羡慕 吉林拿来虽然人员少 但却有两个非常出色的国产的后卫球员 一个是江伟泽 一个是江兴宇 那两个人的话呢 也是在昨天淘汰手钢的这场比赛当中 合力砍下了39分的比分 江允兴的话是拿下了21分 那么在板凳鞋上出场的江伟泽 尽管在开场阶段 并不是手锋特别的顺 但是最终的话也拿下了 这样一个18分的分数 两个人合砍39分 占到了全队得分接近的一半 因为整个激活赛的话 其实北京手钢队的节奏放得很慢 那么吉林队也没有打得特别的快 毕竟他们打球的人少 其实这种慢节奏的攻守回合数 能够有效的节省吉林队的体力 所以吉林这场比赛也就是得了80分 那么在80分当中 一半的得分都是来自于这二江 可以说他们的表现 是让北京手钢队的球迷羡慕不已 也有北京手钢队的球迷表示 赶紧的去跟这个吉林队做交易 趁着这两个人还没有火遍天 也许这个时候能够用相对比较合理的代价 将他们给牵过来 毕竟北京手钢可向来是不差钱的俱乐部 那这个时候的话 也是有这个手钢的球迷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 甚至是异想天开的交易方案 他们认为可以用刘晓宇和方硕 外加8000万的签字费 将这个江雨昕和江伟泽给挖过来 当然了这个为什么我们说是异想天开呢 首先第一个 你相当于是用你手钢队用不上的两个废差 去换人家两个当家核心的球员 尤其是江伟泽 2000年出生的江伟泽已经有4个CAV的比赛经验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未来绝对是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招牌式的人物 所以说你用刘晓宇和方硕 两个已经是过了当打之年 而且表现极度拉胯的后卫 即便是搭上8000万 人家吉林队也未必愿意要 更为重要的是什么 就像咱们说的 这两个人是非常拉胯的 那吉林为什么要接受这两个废柴呢 他宁可只要那转会费 也不会要你的废柴 来去顶替他的位置 因为换掉江伟泽和江雨昕之后 那肯定吉林队是要推倒重建的 那人家倒不如多要点钱对吧 扩充一下自己的年轻队员 或者是从自由群员市场上挑选一些 相对比较不私的年轻群员 来弥补这两名群员的空缺 当然眼下的情况来看的话 想要去主攻这两个球员 难度是非常大的 估计出多少钱吉林队都不会愿意 尤其是江伟泽 他现在是比较年轻 而且说实话 以他的这种身体条件 要不是吉林队给他机会的话 恐怕很难打出今天这样的一个成绩来 所以说即便是江伟泽 未来选择离开吉林队 但是也得是在他25、6岁 甚至是27、8岁 已经为吉林队打到接近七、八个赛季 依然看不到希望的情况下 才有可能去离队的 在这种情况下离队 对于他的职业生涯 尤其是道德层面上的谴责 相对会比较多的 因此我们才说 北京手钢队球迷的这个想法 简直就是异象天开